大家好,我是保姆皮 上次给大家分享了我自制的编程宝典网站 Coldfather 可以在线阅读这种编程学习路线和技术粘货 结果,万万没想到 很多小伙伴不点赞,不收藏,不学习 反而口口声声说要用Ddoss来攻击我 那我确实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啊 但还是,求放过 其实这个网站的文档和代码都是完整开源的 那今天我就用5分钟的时间教大家怎么做出同款的精简的文档网站 那肯定会有很多同学觉得这个网站的风格有点眼熟 没错,这个网站就是基于知名的VIPRICE静态网站生成器开发的 那我同学会问了啊 鱼皮你怎么不用这个VIPRICE呢 那其实我也用过 但就是在成熟度和生态的丰富度上 感觉它并没有VIPRICE要好 所以折腾一番之后啊 我还是决定反复归真 还是老老实实用VIPRICE给大家演示 那别看这么一个网站非常的精简啊 精简到连主页都没有 但你想要做好它的话 这里面的门道其实还是蛮多的 你要先去阅读这个VIPRICE的官方文档 还要在琳琅满目的插件里面去做选择 所以我说这期教程的目的啊 就是希望帮大家做一做减法 我们不用再阅读这么老长的官方文档了 而且我也帮大家选好了实用的插件 甚至我给大家提供了一套我们自己二次开发增强的 开箱即用的文档网站模板 以后如果你要做属于自己的文档网站 那么直接套用我的这个模板就好了 不用写代码 有手就行 教程的第一步是教大家启动项目模板 大概30秒就可以完成 那首先进入我的开源项目 然后这里切换分支 选中template模板分支 然后点击这里 下载代码压缩包 然后使用自己熟悉的开发工具 比如我这里是webstorm打开这个项目 那由于这个项目基于wiprise的实现 所以说大家如果本地没有node或者npm环境的话 需要到官网下载 这里自行百度一下就好了 然后大家需要确认一下node和npm的版本 尽量不要太低 也不建议太高 跟我保持差不多就行了 那首次运行前呢 你需要执行npm install 安装一下项目的依赖 好 安装承重之后呢 我们点开package.json文件 然后执行docs.dev命令 来在本地运行我们的项目 好 然后现在项目就承重启动了 打开本地的地址 就能访问到我们失利的文道网站了 看到这里 其实你就已经比50%的同学要强了 姑且算是青铜段位 那接下来我会详细的讲解这套web price的模板 包括它的目录结构 基本配置 主题配置 插件配置等等 让大家在学会web price的基础上 能够灵活运用这套模板 轻松定制自己的文道网站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web price模板的目录结构 核心的文件是web price 点开 public目录下存放一些静态的资源文件 比如说图片啊 图标啊等等 sidebus目录用于存放一些详细的具体的侧边栏配置 sim主题目录 大家不用关心 这个是我们二次开发的一些网站代码 config目录是web price的核心配置文件 如果想定制自己的网站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文件中去修改内容 然后其他的几个文件 基本上就是定制网站不同的侧边栏 导航栏 底部信息 然后吸附侧边栏等等 那这个目录的外层呢 就是存放我们写的一些markdown文档文章文件 其实就这样 比较简单 那看到这里 你就已经比60%的同学要强了 算是白银段位 好 接着往下给大家讲解咱们web price的基本配置 首先打开tapid.ts文件 所有的配置基本都集中在这个文件内部 可以在这里全局改变网站的内容 网站的样式 然后使用一些插件来增强网站的行为等等 那先来看一些基本配置 比如说网站的标题 网站的描述 然后还有我们自己二次定义的网站的作者 域名标签信息等等 然后呢 是我们网站的head的标签 head就是html网页文件的大脑 通常包含了网站中最重要的基本信息 使用web price的工具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head的配置中去添加html的head标签 那比如说站点的图标 一些seo的meta源信息 然后一些第三方的统计代码等等 你也可以在这里编写自己的js脚本 第三个配置呢 是永久链接 默认情况下 web price是根据网站的存放目录层级来生成的网站链接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文章所在的目录改变了 调整了一下位置 那么你之前的网址其实就失效了 不利于搜索引擎优化以及用户的访问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开启这个永久链接 然后系统就会自动根据我们文章的标题 来生成这个访问链接 会更加的简短精确 而且不会随着你文档所在的存放路径而改变 你可以给永久链接配置不同的生成规则 那具体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官方文档 再往下 这一行代码非常重要 那web price它默认给我们提供了热更新机制 就是你只要修改了tns的代码 或者说一些文档的内容 那么网站就会自动刷新提高开发效率 但是它的范围是有限的 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定义了一些ts脚本文件 当你修改这些文件的时候 它就不会触发热更新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配置来指定 允许额外触发热更新的文件范围 比如web price目录下所有的ts文件 再往下是martdown配置 那因为web price它的作用就是 能够把我们写好的martdown文档渲染到网页上 所以我们可以在martdown配置中自定义渲染的规则 比如说开启代码块的行号啊 然后支持更细利度的标题渲染 那以上这些就是基本配置 很简单吧 看到这里你已经超过了70%的同学 属于黄金段位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主题配置 在模板中我使用的是 web price官方的默认主题 因为它更精简更稳定 然后更好学一些 我们可以在config.ts配置文件的simconfig中 修改主题配置 那比如说网站的logo啊 然后是否要在网站底部展示最近更新的时间 网站对应的datab仓库的位置 还有网站底部的快捷编辑文章的链接等等 然后整个页面其实有非常多的可定制元素 比如说导航栏 侧边栏 右侧的侧边栏 以及底部栏等等 那如何配置这些栏目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我把每个栏目都单独抽象成了一个文件 然后在主题配置中 直接去引入这些文件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我们要修改导航栏的配置 那就打开neobar.ts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参考官方文档去做一个测试 那比如说复制这段 包含了嵌套导航的代码 然后大家看右上方就生成了二级导航 那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配置侧边栏 但是啊 这个侧边栏的配置可能会稍微复杂一些 因为大家看到了 不仅能够在侧边栏中生成每一篇文章 如果用户点开了某篇文章 还能自动根据这种文章的小标题来生成侧边栏 那这里我摸索出来了一套所谓的最佳实践 首先我们如果有很多的文章 把所有的文章按照目录进行分类 然后呢 我们在sidebar的目录下 根据每一个目录 比如说学习路线 我们都给它新建一个菜单项的配置文件 然后把目录中的所有的文章 全部设置到这的children的值里面 最后我们在sidebar的配置中 去引入我们刚才定义好的 每个目录对应的侧边栏文件 然后给它起一个分组名称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当用户阅读不同分类下的文章时 左侧展示的这个侧边栏内容也不同 底部栏目的配置也是一样的 这里其实是我们基于VoPrice的 模板二次开发的一个增强能力 我们只用在footer.ts文件中 编写友情链接以及版权信息 然后就能够自动展示了 在右侧大家还能看到一个侧边栏 这个也是我们二次开发增强的能力 只要在sidebar文件中去编写 我们想要在网站右侧展示的信息 还支持自定义HTML 非常的灵活 然后就能在网站的右侧 看到类似这样的效果 这个非常适用于增加一些网站的附加能力 比如说对站长很重要的引流和支持等等 看到这里 其实你就已经比80%的同学要强了 属于钻石段位 那除了刚刚讲到的基本能力外 我选择VIPRICE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插件生态特别好 你随便下一个插件就能快速增加网站的能力 我们可以在 AwesomeVIPRICE制的项目中 直接看到大量的精选的插件 点进去就能看到每个插件的介绍和安装方式了 但是大家也发现了 插件有这么多 我反而不知道该选择哪个了 而且你一个一个试 这也太费时间了 所以这里呢 我帮大家做了减法 在模板中 我只保留了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有用的使用插件 首先是这个Back to Top 它的作用就是在文章比较长的时候 能够自动给你显示出一个 点击跳转到顶部的按钮 然后是图片点击放大插件 可以让网站中的所有图片支持点击放大功能 只需要一行代码就可以开启插件了 然后是搜索引擎优化相关的插件 只需要修改几行配置 就能让你的网站更容易被搜索引擎收录 从而提高访问量 比如有利于谷歌搜索引擎收录的谷歌分析插件 能够根据你的配置 自动给每篇文章的网页开头 增加meta标签的插件 可以自动给网站生成站点地图的插件 还有能主动把你的网站 推送给百度搜索引擎的插件 有了这些插件 你的网站能够大幅的增加这个被收录的概率 然后是支持代码复制的插件 那这个对程序员来说很实用 只需要写这么几行配置 然后用户就可以一键快速复制你网站上的代码块 再往下是ISS订阅插件 所谓的ISS是一种统一的网站内容更新标准 使用这个插件可以让更多用户通过ISS阅读器 获得到你的网站内容 从而增加访问量 还有显示文章标签的插件 我们可以给每篇文章的开头 使用from matter语法定义一组标签 然后一行代码开启插件 打开这篇文章就能够看到显示的标签了 最后要讲的这个插件反而最实用 图片缆加载插件 只需要这么一行代码 就能给网站的所有图片添加缆加载功能 只有当用户滑到指定的内容时 才会触发图片的加载 对于图片较多的网站来说 使用这个插件可以大幅提高网站的加载速度 并且大幅降低服务器的带宽 看到这里 其实你就已经比90%的同学要强了 属于王者段位 看到这里的勇士们也可以在弹幕上抠着1 记录一下自己认真学习的过程 那最后我们要分享的就是项目部署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进入patridge.json文件 然后执行docsbill的命令 打包 打包程中后 你就能够在wilprice dist目录下 看到所有的打包好的网页文件和资源了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这个目录下的所有文件 全部扔到服务器上 就能让别人访问了 那由于我之前已经给大家分享了 好几种不同的项目上线方式 这里就不重复演示了 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那通过这个教程 我相信大家不仅学到了文档网站的制作方法 还收获了一些其他的前端小知识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啊 也强烈建议大家都搞一个属于自己的文档网站 便于自己沉淀知识 还能分享给别人 一举两得 岂不美哉 那学会的同学也希望能够点赞收藏 三连支持一下 读得白